如果大家有所謂的 東豪是一個很嚴謹的人 基本上他也不敢這樣 而且當時董事長周邊的人 也都可以做這個 那如果真的有發生 說你把酒好像弄掉去 拿去少許毒 這個表示 這個本身的酒品比較有狀況 我覺得 大家現在所擔憂也是這樣說 前面很多問題 你的人格特質 什麼很多 包括你的落泡好像 但是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選總統怎麼搞到很像 在選幫派的堂主 然後國家怎麼被當成 是像酒家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 的確他的那個 制式程度可能不夠我們 大家對於總統這個 很有分量的職位的認知 就是說 如果你一言不合 就要敲破酒瓶 然後去跟人家幹架的時候 這個 這個真的比較 嘗試在幫派堂口裡面的兄弟們 會做的事情 那如果今天你要選的是 中華民國總統的話 我會覺得這還滿嚇人的 你注意看 陳東豪公 能提出這一切都有證人 就是當時的北農董事長 許常仁 那我相信吃飯的孫 不會只有許常仁跟 不會啦 這一定是 我們是希望他如果 未來如果參加當總統 參加國宴的時候 也不要在國宴的場合 在外賓的場合 把酒瓶給打破 那大家就很難 沒有 我覺得要表演一下 那些國家不敢跟我們斷掉 直接用頭髮 砸到頭上把他打破 這個我跟總統有 對 練鐵同工 那不得了 你看韓國瑜在 當時在立法院 他跟陳水扁 他其實就是國民黨的充足 那時候在立法院 他就是勇武派 就是當時就是這樣 因為國民黨過去的文化 還是比較文職彬彬 還是就像馬英九 就我們要什麼博士 教授 他是比較精英型的政黨 韓國瑜那時候就很另類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是走草根路線 民進黨那時候剛進到立法院 人數少 就只能夠攻佔主席台 或者是比較 就要用暴力 但還是要那個朱高正 跳到那個主席台上 對那個什麼劉松帆 就是這樣抗議 所以那個時候國民黨就是 沒有一個可以衝的人 那韓國瑜當時他就是代表的就是 他敢跟民進黨就是對幹 所以他那時候也跟阿扁也打破 所以這種勇武派的個性 讓他一打成名 每次國民黨只要在立法院 要衝的時候他就帶頭第一 所以我們今天說 他為什麼會吃飯的時候 把這個瓶子打破 甚至用作為武器 這個我剛剛講 這個是其來有志 所以也不錯 如果說未來這個我們的總統 這個從政這個武德 然後能夠一致對外 那我覺得也很好 只可惜他到中聯辦 他敢砸瓶子嗎 不敢 他到北京去 他敢怎麼樣嗎 又是兩套標準 在台灣的時候 這個不得了 這個當中武派 到了這個 到了中國去就變成和理非了 和平理性被暴力